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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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國語的標情 是都笑臉 跟第一天不太一樣 因為阿波你們就要回去了 所以我們很高興 我們初級班 所有人的事情 坦白說只有兩件事情 初級班所有的東西就是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 占領不能移轉租款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你看現在全世界 全球 美國如果去把人封炸伊拉庫還是創下 他把它占領 他不能將這個國家說變成他的 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 叫他占領以後 他一定要設立民政府 這是國際法的規定 由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中華民國來占領台灣 可以將我們台灣人的主權改變嗎 當然也不行 所以他不能將我們的 這個要做新聞情人改 甚至叫我們不能說台語 說他的北京意 這都不對 這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土地 答案是不是 什麼不是 我掌上課跟你說過 馬關條很清楚 馬關條就是台青的風地 將台灣跟朋友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也能割讓是因為台灣是 台青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同學 跟這個土地完全正確 但是因為日本天皇對台灣這個土地 已經按照萬國公法 將殖民地實施萬國公法 但是一步一步改變成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在1937年 在台灣實施皇民化 這個情形跟北海道 原來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最後因為在北海島實施皇民化 之後實施憲法 這樣北海島這個土地 才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1937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宣佈台灣這個土地實施皇民化 讓我們台灣人學一技 甚至要改制名也可以 之後在1945年4月1號 實施憲法 讓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政權 在有史以下之前以後 本來韓國是在1910年 和日本天皇簽一個併合條款 就是要暫時合併 朝鮮就是韓國 朝鮮的保留租款 但是從朝鮮的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朝鮮是百分之百的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所以建政以後 古金山河平條的2A 日本政府放起朝鮮的管轄權 當然日本的租款就有在他的手上 現在日本又放起管轄權 所以韓國就獨立了 所以有人搞不清楚說奇怪 台灣跟朝鮮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建政以後朝鮮變成獨立的國家 台灣沒辦法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 當時掛的時候 始終主權跟管轄權 兩個都掛在日本天皇 所以建政以後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你不能忘記 主權要再定在日本天皇的手頭 這是真正剛剛台灣這個土地的國際地位 所以2,000共2年台灣人發錢 你要把美國拿去 我們當然要鼓勵 因為我們才要發力 鼓勵以後 美國的發力跟我們說 好啊 我憑你了 但你撤出四千人的台灣人來接政權 這個事情我們就很為難 因為當年一九四五年 九月撤日的時候 麥克阿瑟在日本公佈 一般命令第一號 單一就是蔣介石命令成語 帶一千名的中國人來我們台灣 來關台灣 那時候台灣人的人口是600萬 現在台灣人口是2千3百萬 差不多四倍 所以美國說這樣 當年600萬的時候 中國人帶一千人來幫你接管台灣 你現在2千3百萬這樣幾倍 四倍 所以你如果我就準備4千人 我就用政權來送給你 所以我們才開始在打拼 設這個台灣民進會的演習營 法理的演習營 所以你們要知道說 你們在這時候會願意 跟我們在討論 這很重要 當然有的人 初級班最少的 還是高級班最少的 他沒要繼續 也可以 因為要做官沒要做官 要記在個人的勝出 有的人只想說我來投法理就好 也是對 後禮拜我還是初級班 所以兩期的初級班才有高級班 在我現在公佳以後 有一個鴨皮 差不多七分鐘而已 我給各位看 這個鴨皮一個出來 這對間出來 美國有二十幾個國家單位 出的鴨皮 叫做一個中國政策 就是為什麼 美國一直說一個中國 這個一個中國 我告訴你 和美國的國務院 他都說不清楚 你問國務院 為什麼一個中國 他搞不清楚 因為真的搞得清楚的 是什麼人 是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的國防部 是很多的單位 他做的事情 他不一定要跟國防部 其實 其實美國的制度 雖然標明說三權分立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說 我現在研究出來 美國最重要的是國防部 有很多的事情 你不知道怎麼過去記不 有一年 這個美國的一隻 偵察機 就是那個 中國有一個 他的掛那種偵察機 在這個南海 含中國的戰鬥機 燒龍 這個美國的偵察機 沒什麼事 但是中國的 那隻飛機落下去 所以他這隻飛機 因為太傷了 全培去海南島 不過他陰南島 中國發生得快 所以比較快 派人去旗艇 把學生 裡面的設備 當然他要給學生 以前 美軍已經裡面 台北都破壞掉了 給外套拿 外套拿 外套拿的時候 他外套他 經過第三天 美國的國防部 這個國務員說 你如果外套拿 我從今天開始 我把國防部處理 國防部馬上接 跟他說 你如果三天裡面不行 我就要跟你 公理海南島 你知道中國做什麼事情 沒到一天 他就宣布說 我行你我行你 接下來還說幾句話 我沒有等到三天 我一天就煩你 這個話雖然有人笑話 但是說什麼 美國國防部一出面 什麼都怕他 他們說 現在是美國的武力 從全世界來說 已經沒有人能夠跟他對抗 所以現在要看的這個鴨皮 普通是這個鴨皮 都在國際班教堂看 但是這個鴨皮 對我們台灣人非常要緊 因為這個鴨皮 一個出來 所有台灣這個島裡面 說什麼獨立什麼獨立 都被洗掉了 農民說了 就是叫這個鴨皮 這個鴨皮 坦白說 我看見 有一點是完全超入我們的論述 待會民進會論述 pinpoint我們的次的鴨皮 但是不是當時不會azzi 不然我們直接反路 講英文 但是依靠中文字幕 來一個中國政策 對於歐洲民進 這大部分的政治 interest ärooh 大声音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S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One,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Two,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ree,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Four,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five,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注意看, 这是製作单位. 在製作单位,你看看有什么单位 这个单位要注意 USMG Taiwan 这个单位要注意 来,看我这里 这个鸎皮 这个鸎皮 最轻止 C 这个鸎皮